外邦为什么真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说 我们要睁开他的捆绑 脱去他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壁发下 主必吃小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烈火中惊吓他们说 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 诗篇第二篇的主题是 围绕耶和华的受高者所展开的 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君王诗 所谓的君王诗就是说 他的主题是围绕了君王 或者他的作者也是君王 所表达的上帝跟君王的这种关系 在古代近东的那个地方 君王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就像牧者跟牧羊人 但也想儿子跟父亲这样的一种关系 在这两节圣经当中 所让我们看到的实际上 他的作者就是那个大卫 因为什么呢 在使徒新章第四章二十五节 彼得跟约翰都认为 这首诗歌就是大卫王所作 当他们两个人从监狱里 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他们赞美神时 就引用了这首诗篇 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 在这个诗篇当中 外邦的君王 跟耶和华所立的君王之间的这种对比 作者描述外邦的敌人 是世上的君王 是如何来敌对耶和华神跟他所高立的君王 所以诗人用的手笔是连续的问句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前往的事呢 把全省诗篇带露人的视野的时候 接着诗人就表述了上帝对他们的侵蔑 那坐在天上的必然发笑 主必吃笑他们 那时他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烈火中惊吓他们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第六节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宣告 他说神说 我已在我的圣山上 在西安山上立了我的君 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 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自己内心有一种安慰 就是面对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处境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是敌对我们的世界 敌对我们的环境 就像这个世人所描述的那样 有的就是真貌 谋善虚妄的事 而这些世上的君王要来抵挡神 但是主的仆人再次提醒我们 这个世人再次提醒我们 要将我们定睛在神的话语当中 定睛在耶和华的应许上面 定睛在上帝自己的身上 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因此得到了安慰 得到了鼓励 得到了建造呢 你是否能够有力量 再去再次的去面对 你艰难的环境跟周章和挑战了呢 愿主与女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